路口警匪追逐 一名男子狂奔 两名袁警警追在后 散步冰城两步拔腿冲啊 跑到一半 袁警还向民众借机车 但速度仍有点落后 此时救星来了 一名健毅勇为的骑士登场 骑士见男子想翻过铁门逃逸 他连想都没想 直接骑车往铁门一撞 整个人飞扑 却把男子拉下来 就是这个关键动作将男子击落 让警方顺利歹然 地点在台中太平 画面一出网友直呼 台中人真的很汗 直接撞又够猛 有人见到袁警是逃跑 还有人是距离力争 台中龙警深夜一点多 疑似一名男子的机车 发出排气管噪音 遭警方取地开罚 但他不满与袁警争论 即便当下男子拒签罚单 最后还是得乖乖缴钱 而在台中中区 有骑士是明目张胆 居然在警车前闯红灯 马上就被拦下 骑士一个太紧张 全盘拖出 原来他是越南人 为爱落跑 被雇主通报失联 他违规看到远警追上前 一时心虚不打自招 直接灾了 记者如居姐 往上台中猜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